就是有些人会说 我只是开一个玩笑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 我们蛮常见的 开一个什么黄色笑话 法律上的角度呢 它是在于受害者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受害者觉得说呢 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让他觉得他可能 人生有一点安危的问题存在的话呢 那是足够构成这个性骚扰的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莫过于台湾的MeToo风波 相信这些事件到处都有 不仅是在娱乐圈 或许还有一些受害者 基于种种原因不敢站出来 而到底我们要如何阻止 这些事件一而再发生 法律能治得了 令人发指的加害者吗 中国报非常关心这些社会问题 所以今天就邀请到 吉慧宜律师来到爆点访谈 一起来聊聊 秘密度风波 一发不可收拾 法律有用吗 希望能让大家了解更多 从法律角度上 可以如何保护自己 马上欢迎吉律师 慧宜你好 你好 中国报的朋友大家好 是的 慧宜这边想要请教你 可以怎么样就是算成是 性骚扰非礼跟强奸罪 这三者之间它有什么区别 然后他们的罪名又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要看看几项法令 在刑事法典下就有讲到 关于强奸罪和非礼罪 大马刑事法典第375条呢 就有禅宁说 强奸是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 男性对于女性要求他进行一项性行为的 那么关键字眼呢 在这个法律里面就用 Penetration这个字眼 其实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 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说有点模糊地带对不对 嗯 对那么像我刚刚解释说 强奸呢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 那么它还有另一个关键字就是 在不情愿的情况下 就是你们在一个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 女性的允许的情况下 那么非礼罪呢 像我们大家了解的普通的字眼 就是说你触摸啊 或者就是在对方也不情愿的情况下呢 进行一个有一个触摸的这个动作 那么性骚扰呢 就大家会觉得这个字眼啊 更加的可能比较模糊一点 最近就是国会已经通过的这项反性骚扰案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定义 它包括了一些肢体动作 或者是一些言语上 或者是一些手势呢都能造成是一个性骚扰的罪的 明白 那我们就以台湾MeToo风波来做一个例子好了 那受害者是在多年以后才选择站出来 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嘛 那其实加害者还能够受到法律的对付吗 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看两种情况哦 第一是如果是一个刑事案的话呢 在刑事案的情况下 在大马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期限的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这个加害者提供的 那么如果你是要从一个民事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受害者想要向这个加害者提告 那么他可能要求索赔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刑事案的话 他就是可能被送去监牢 如果他被判罪他就会被送进监牢 被打边等等的 那么如果是从民事角度就代表说 受害者可能想要向这个加害者索赔哦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比较严谨的看待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他的实现其实是有六年的 就是六年从事件发生的时候 开始算起的 那想要请问如果说是根据我国法律的话 如果发现丈夫涉及这个性侵而选择隐瞒 那在事件爆发后 其实妻子会不会被控 知情福报的相关罪名呢 嗯 这是我们蛮常见的一个情况哦 我看我们新闻也有报导说 可能这些季父啊或者季母啊 就是对待亲生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我们刑事法典下呢 abotment就是我们讲的 教唆他人是有包含这类的情况的 就是你知道可能你已经知情福报 它已经发生了 或者你知道这件事情即将发生的话 其实警方都是能 采取行动的 嗯 明白的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知道的情况下 但选择隐瞒的话 是可以被控告的 对 那如果说不幸遇到这个性情的情况 那受害者第一时间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让这个加害者不会逍遥法外呢 嗯 那么当然受害者在这个情况下呢 需要保持冷静 我们给的劝告就是他不应该进行任何 清理或者是换衣服的这些动作 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消除一些重要的证据 最好的一个情况下是你能够联络到你的可以信任的一个人哦 无论是朋友家人或者是一些社工都好 他们会陪伴你到政府医院里面有一个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一个中心 叫做一站式危机处理中心 就是有医护人员会在 那么他们会进行一些身体检查啊 他们也会帮你做一些笔录做一些报案的这个动作 警方或者是这些有关当局哦 就会采取接下来的行动 哦 明白 所以如果不幸遇到这个性情的情况 第一时间是先去医院 对 就政府医院他们一定会有设立这样的一个中心的 明白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情况是如果自己不幸遇害嘛 那如果说我们怀疑身边有人或者是可能一些小朋友 遭遇到性情这种情况的话 那那个步骤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我们当然是会劝告这些知情人士哦 去报警的 因为在每个警局他们也会有一个专门处理 跟性情案件的一个部门 因为也不一定你会有这个机会 单独接触到这名受害者 那么当你向警方投报的之后呢 他们才会采取一些法律行动 明白的可以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不论是性侵或者是性骚扰 这一些行为都是非常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想要请问会议的就是哦 那如果说在办公室遇到性骚扰的情况下 那第一时间是该报警呢 还是应该先到人事部去做投诉 那如果说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自己请律师去控告对方呢 这个其实他没有先来后到的这个步骤啦 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先去报警比较好 然后再向公司内部人事部反应的 其实他没有一个先后秩序 当然我们给这个受害者的一些劝告呢 或者是一些提示就是说 无论是报警或者是向人事部投诉都好呢 你必须先理清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 就是你不要到过后会有一点前面你讲的事情跟你后面接不上啦 那么对你的案件会有点没有利 那么你当然是必须向这个人事部投诉的 因为在这个1955年的劳工法令下呢 人事部在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性骚扰啊 等等的一个投诉 他们是必须进行一个内部调查的 那么如果没有内部调查 他们其实是触犯了这项法令的 明白那说到性骚扰这三个字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模糊定带 因为可能有时候轻轻触碰又或者是不小心触碰 所以怎样才能够说它真的是一个性骚扰的动作这样子呢 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反性骚扰法案 就是已经定义说无论是一个肢体上的一个触碰 或者是言语上都会造成性骚扰的 就是有些人会说我只是开个玩笑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我们蛮常见的开一个什么黄色笑话 法律上的角度呢它是在于受害者怎么去看待这项事情 如果受害者觉得说呢 他今天你的一些言语或者一些动作 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让他觉得他可能人生有一点安危的问题存在的话呢 那是足够构成这个性骚扰的 明白那这边最后想要请问你 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现有的法律呢 逐步足够去保护受到性侵或者是被强奸的这些受害者呢 当然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析过一些刑事法典下的条文啊 然后最近国会通过的这个反性骚扰法案呢 我们是有一定的一个机制啊 我们讲mechanism的存在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来讲呢 其实它最困难的 是收集证据的这一环呢 刚刚家臣是有提到过说 有很多受害者他一开始不敢 或者是在一个没有办法 在当下的情况下说出来哦 因为有可能你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或者是对你失害的人是你的上司 或者是父母等等的 那么你多年过后过了一段时间 再出来讲出来的话 你就会面临证据不足的任何情况 所以在现实生活来讲的话 会有一点困难的 所以换句话说 是不是如果在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 受害者应该先做这个 就是收集证据的这个动作呢 对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说 第一时间应该去报警 那么你报警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事情的经过啊 牵涉的人在那等等呢 你要很详细的记录下来 是的那非常谢谢惠怡今天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资讯哦 那我相信无论是男生或女生 都不希望自己碰到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呢大家保护好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惠怡 来到节目中的分享 我们下一期的爆点访谈再见咯 放中去放中火灾 你会带什么逃跑呢 手机 因为手机太重要了 蟑螂老鼠 壁虎你最怕哪一个 老鼠 那如果你遇到色狼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快点跑 吵架时用什么语言最顺口 英文吧 嗯 用一个词来形容性情者 变态